大家好 今天是3月1号 新的一年 新的一月 新的开始 今天我就准备正式出游了 早晨整理一下房车 把一些夏天出游用不到的东西都拿回家了 又整理了一些能用得着的东西 搬到了房车上 准备了一早晨 准备好了 现在又拿了两样东西 一个小板凳 还有一个夏天用的鞋子想套的胶套 可以代替雨鞋的放在鞋柜里 先烧一点开水 准备路上喝 水在这烧着 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今年的出游路线和一些其他的一些计划吧 那这次出游呢 我准备是先往南走啊 因为北方现在还是比较冷的 那今年的我计划是准备去一趟西藏 新疆先去西藏再去新疆的 但是呢 去西藏的这个时间 现在还没 具体还没定下来 因为 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计划就是 啊 今年我准备搞一辆小拖挂 把房车拉在我这个B型房车后边玩一玩 那这个计划呢 是本来是准备去年就要实施的 但是去年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啊 把这个事呢 往后拖了一拖 今年呢 把这个事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下了 那我这次呢 就是委托房车厂找一个比较小一点的 比较适合我的拖挂底盘 拿到手以后呢 准备还是在房车厂啊 让他们按照我的意愿去做一下 因为我这辆B型房车功能已经非常强大了啊 要水电不愁 要啥功能都有 所以呢 我在玩拖挂的时候呢 就需要 嗯 弥补一些我B型房车上面的不足就行了啊 那么B型房车呢 空间稍微小一点啊 这个惠客区域稍微小一点 只要能弥补啊 这两点我觉得就可以了 跟前车形成一个互补就行了 那么市面上现在已有的一些小拖挂呢 要么是配置太丰富啊 价格太贵 我就觉得 买来以后呢 前后功能重复有点浪费啊 价格有点高 要么呢 就是一些像一个拖挂 这个布局上啊 各方面啊 不满足我的这个要求啊 所以说还是自己 嗯 根据自己的需求啊 设计一款 呃 自己适合的这样一个拖挂玩一下啊 呃 那么这个底盘呢 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好 如果说是落实好以后呢 我就马上去防制厂啊 着手 呃 弄这个小拖挂的事儿 呃 那么小拖挂弄好以后呢 再去西藏和新疆 呃 在这儿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我为什么今年会想到去玩一个拖挂房车 呃 我想达到的效果和目的是什么样的 首先呢 我觉得我是有条件去玩 啊 因为我的这辆B型房车呢 准备质量是3.3吨啊 蓝牌的 那么按照呃 国家现有的呃 交规来说呢 呃 蓝牌的车呢 是可以拉700公斤以内的拖挂 或者是呃 拖挂旅居房车的 呃 但是呢 有一个前提条件啊 就是前车和后车的这个总重量呢 要在4.5吨之内啊 那么我前车的准备质量是3.3吨 距离4.5吨呢 还有1.2吨啊 所以说我拉一个一东左右的一个小拖挂 呃 在法规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还有就是呃 我这个V80开了也有两年多了啊 我感觉驾驶起来呢 还是呃 有一点这个富裕的动力的 所以说拉一个小拖挂 我感觉也能拉得动 那么从呃 这个人这方面来说的话 那我呢 是一个I2的驾照啊 呃 所以说我也没有必要去等 说是4月以后呃 以后呢 去增加一个C6的一个驾照啊 I2驾照本来就可以拉拖挂的啊 呃 所以说 首先呢 这是我有条件去玩 我玩拖挂房车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呃 那我玩房车已经有两年时间了啊 呃 之前呢 我一直说是想有时候出去的时候 带着亲戚朋友也体验一下房车生活 一块玩一玩 但是呢 随着我玩房车呃 时间越来越长 我就感觉这个好像有点不太现实啊 呃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呃 房车生活啊 呃 就是一个以小家庭为单位的这样一个生活啊 不管是B型房车或者是C型房车来说的话 都是以小家庭为单位出游比较合适 那么什么叫小家庭呢 就是呃 两口子加一个小孩 这叫小家庭呃 或者呢 是自己带着自己的父母 呃 这样叫小家庭 如果说是祖宗三代 这样就叫一个大家庭了啊 那么小家庭的这些人呢 因为呃 经常生活在一起啊 他的生活习惯呀 或者是呃 各方面他都磨合的都比较默契了啊 呃 互相能够呃 忍受对方的一些坏习惯 呃 所以说小家庭在房车出游的时候呢 体验会比较好 呃 再打个比方啊 就是 比如说你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啊 你们每天都在一块玩 但是呢 呃 在一块睡觉的这种啊 几率比较低啊 一般都是白天呃 咱们在一块玩 晚上呢各回各家睡觉了 呃 你可能不知道他晚上睡觉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不知道不知道他睡着了 会不会磨牙放屁打呼噜 对吧 所以说呃 我觉得呃 我拉一个小拖挂呢 呃 可以邀请亲戚朋友跟我出去啊 玩这么几天啊 呃 当然也不可能人家长时间的陪咱玩啊 呃 甚至呢 我可以邀请网友来啊 跟我一块体验房车生活啊 呃 比如说是我到某一个地方了 呃 正好这个地方有一个网友想体验房车生活啊 呃 对于我和他来说正好是一个互补啊 呃 那他呢可以给我介绍一些当地一些有深度的东西啊 游玩啊 或者是介绍一些呃 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小吃啊 品尝一下 那他呢可以到我这来体验一下房车生活啊 所以这是一种互补啊 呃 甚至呢我可以呃 有了一个小拖挂以后呢 可以邀请一些呃 不同性别的啊 就是女网友也可以过来进行体验啊 因为睡觉的地方啊 分开了嘛 嗯 白天啊 这个移动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在一块啊 呃 在在前车上啊 呃 然后呢 住车以后呢 啊 就是呃 我睡我的啊 我有我的这样一个睡觉的一个私密空间 呃 然后呢 亲戚呢 朋友呢 或者是网友呢 可以睡在啊 呃 后边这个拖挂里边啊 呃 呃 现在这个生活质量都提高了嘛 对吧 咱们呃 在家里呃 晚上睡觉的时候呃 一想这个两口子一睡啊 啊 小孩大一点以后 小孩都有自己的房间 呃 所以说呃 睡觉的时候都有自己这样一个私密的空间 呃 也就不至于说是因为出游而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啊 呃 出于这种考虑呢 所以说我就想弄一个啊 小拖挂啊 玩一玩 跟大家 呃 亲戚朋友 甚至网友啊 搞一些啊 互动啊 这个 这样呢 我这个呃 视频拍摄起来呢 也显得更热闹一些啊 呃 不然的话 我一个人啊 一直是独来独往的 这样自己也觉得稍微有点孤单了啊 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啊 想想搞一个脱挂玩一下 但是呢 呃 前提条件呢 是得有一个这样合适的啊 脱挂啊 那么这个底盘呢 还是在协调中 呃 具体啥时候能协调好 呃 这个 适合我拉的这个脱挂 啥时候能造好 这就是一个 呃 我比较 我本人也比较期待的一个东西了 呃 那么今天 在出游之前呢 先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今年的一些打算和计划啊 呃 好了 先今天就先分享这么多吧 现在我就准备出发了